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来进行的是微积分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的是 平面版的高斯定理 我们介绍高斯定理 这是复习 假设一个向量场 它是定义在一个V的里面 这是一个封闭的区域 那么这个边界我们也有定义 那么边界我们要求的是 这个是piecewise smooth 分段平滑 那么而且这个向量场的话 一些微分是连续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个小小的红色的 我们叫做normal 指的是外部的发向量 则 这叫做面积分 什么面积分呢 Boundary of V 这是在周边的 它穿过了这个微小的这块面积 在normal的方向 将会变成什么呢 将会变成散度 散度的意思本身来说就是 往外发散的一个量 的体积分 所以我们把这个面积分 扩增到了一个体积分 这个其实也是微积分基本定理的一个扩充 好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我们现在介绍的是什么呢 是它的一个特殊状况 这是一个2D的 就是二维的一个封闭区域 内部我们叫做R 它这个的话是一个逆时针方向的 我们它的Boundary 我们叫做C 那么这个线积分 一圈 积分一圈 将会变成跟它一样 这个也是它的 但是它会变成什么 重积分 二重积分 原来这是三重积分 这是体积分 这是面积分 这是我们的猜想 那么我们就按照我们原来的思考 我们来证明这个平面板的高斯定理 好现在我们来画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叫做R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方式 来我们进行的是 在一个向量场之中的一个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 就是动态的积分 好那么现在这是C 这个叫做Tangent 那么这是Normal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是两个是成直角的 好那现在 这个向量场的话呢 它是一个二维的一个向量场 我们叫它MN好了 那M跟N都是XY的一个函数 那么现在 这个平面上面的这个曲线 我们用的是一个参数是S 这个S指的是我们的ArchLens 就是胡长 那么从这边来看 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它的切线呢 切线就直接就对它来 违分就可以了 DX比S 比Y比S 那么Normal我们顺便跟各位同学说一下 因为这两个是叫DOT等于0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对换 然后对换以后加一个负号 当然前面负也可以 后面负也可以 我们先定义成一个后面负 因为前面负跟后面负只差在哪里呢 差在一个是对着里面 一个是对着外面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的是线积分 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呢 这个向量场 DOT 这个N Normal的方向 在Normal的方向 它的线积分 也就是跑出去的一个量 那么是多少 来我们看看 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DOT 各位同学请看这个 M跟N 头乘头 尾乘尾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在DX 那么现在我们DX把它削掉 这样子 我们这样看就比较简单 于是得到的是什么呢 M D Y 削掉 N DX 这是一个线积分的一个标准模式 不过 我们习惯的是写的是 DX 要在前面 DY 在后面 所以我们把它 兑换一下 这样子是我们习惯的写法 好 写到这个地方来以后 我们前面交过 Green Sherum 就是格林定理 格林定理 我们把它亮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各位同学看 这是格林定理 前面DX 加上后面DY 将会变成什么 重积分 后面对X来偏围 减掉前面对Y偏围 好 那我们就来做了 后面对X来偏围 后面对X偏围 减掉前面对Y偏围 负负得正 这是一个加的 好 这个加的话呢 刚好是什么 刚好就是它的 它的散度 它的散度是什么呢 它就是 对前面对X来偏围 加上后面对Y来偏围 所以这边刚好就是它的散度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 平面版的高斯定理 我们写出来了 平面版的高斯定理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DEL的方式 这个是我们的记忆的方法 事实上它就是高斯定理的一个 一个降低维数的一个版 好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呢 是切线方向的 那我们来看 切线方向的这个线积分 刚好就是我们向量版的什么呢 格林定理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写的呢 现在我们考虑的是 沿着这个方向 切线方向的线积分 这个切线方向的线积分的话呢 绕了一圈会是怎么样 来我们看一看 这个T的话呢 就我们就照写就好了 这照写 就头乘头加上尾乘尾 头乘头尾乘尾 然后DS的话呢 我们把它都取消掉 就变成了标准的MDX加NDY 那么这个地方 当然格林定理 我们再用一次 相解 这个减的是什么 我们把它写成什么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必须知道 它是什么 它刚好就是它的旋度 那我们来看看 MN的旋度是怎么写 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DEL写出来 三个 这三个写两遍 后面的这个MN 因为它没有第三个 没有一个第三的分量 我们就用零来补 MN 零 MN零 两头化掉 三个叉叉 来第一个零 这个呢 N跟Z 没有关系 所以它是零 第二个呢 M这个的话呢 M跟Z没关系 是零 这本来就是零 所以是零 第三个 第三个有了 第三个就是 partialN partialX 减掉partialM partialY 我们发现 刚好一模一样 所以它就是 我们所谓的curl 但是curl的话呢 这是一个向量 它是一个纯量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它的旋度来说的话呢 我们要它的量 不要它的 不要它的这个向量的方向 那么我们就乘上一个 这是第一 二 三 第三分量才有 前面都没有 所以我们把它乘上一个 dota一个K K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 在这个平面上 的一个 一个旋转的 来说 那么 它的这个旋量的话呢 将会是在 这个方向 我们希望的话呢 是它在这个方向 上面的投影 那么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觉得 看不太懂的话呢 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 它的物理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向量版的 格林定理 那么 你们看一下 跟刚刚那个 是不是很像呢 好 我们再继续做一个 比较一下 向量版的 这个格林定理的 物理意义 来跟各位同学解释 它是沿着这个什么呢 这个方向 去做的 做的一个限积分 然后它会得到 什么样的结果 这是旋度 旋度在哪里呢 在K方向上面的投影 这个量的面积分 来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绕一圈的 的一个线积分 F假设是利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来说 绕着一圈 限积分 就是它所做的弓 所以它这就是 循环弓 Circulation Work 它本身是弓 但是它是做了一圈 回到原点的一个弓 那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在Z方向 各位同学 你们看到了 DOT 这个K就代表001 在K方向 它的这个旋度 所造成的 这个是什么呢 DA是面积 每单位面积的循环 弓 就在左边 这是我们 对各位同学的 这个物理意义的解释 那么我们也把 这两个公式 列给各位同学看 这是DOT N的 这是 出去的 所以是高四函数 这是切的方向的 来说的话呢 会造成旋转的 这是用Close的方式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旋转了以后 将会造成的是一个 向Z方向的一个 一个旋转的一个量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是什么呢 高四定理 指平面的高四定理 那这个地方来说 封闭区域在法线方向 这重点是在法线方向的线积分 就是散度的这个面积分 那么向量版的格林定理呢 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它几何意义就是说 它在切线方向 那么就是旋度的面积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留下一个伏笔 后面就是所谓的stock定理 我们下一个伏笔的项目 感谢观看